看呀 开始下雪了 与那些沉默的雪花不同的是 庄园里似乎更加热闹了 就在2019年1月24号 女巫带着她的信徒来到了这里 她似乎并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样子 但是在黑暗中 却总能听到那个小小信徒喜悦的笑声 紧接着2月18号 一名拿着西游陨石磁铁的地质勘探员来到了这里 血脉中的诅咒会逐渐苏醒 或许是某种力量的召唤 在逃避了十多年后 3月21日这一天 咒术师带着那个诅咒来到了庄园 小小年纪的罗比并不知道 当教会接管孤儿院之后 他会遭遇些什么 在经历过绝望之后 爱哭鬼罗比也在4月11号来到了庄园 5月9号为了寻找一片原始乐图的野人来到了这里 当然他还带来了他的小伙伴一只可爱的猪 6月6日 意外变异的涅西也走进了庄园 而在一场灾难中幸存的杂技演员 为了找到真正的凶手 在6月27日这一天也来到了这里 拥有被海神祝福怀表的大父是7月18号来的 最后在8月29日 一身华丽衣裙带着精致装容的红夫人也来到了庄园 谁知道他是想要找人还是找猎物呢 在9月26日 正在过20岁生日的调酒师 收到了一封来自庄园的心寒 巴尔克失败了25次 在最后一次 他获得了26号 而拥有自主意识的邦邦 在10月17日来到了这个庄园 在12月5号这一天 庄园里的鹰和猪终于又迎来了一个小伙伴 一只琴老婆送信犬还有他的主人 邮差先生 2020年的1月16号 使徒带着他心爱的猫咪来到了这里 这一年的3月5号 受到邀请信的守牧人走进了庄园 3月19号发明天才求徒 终于在庄园中找到了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 5月14日 安东尼带着他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这里 而这位小提琴家的魔音也将响彻整个庄园 6月24日 昆虫学者也带着他的小宝贝们一起来到了这里 马上这里又要迎来两个新的家庭成员了 他们又将为整个庄园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值得了宝贝们 快关注评论 告诉三一台吧 三一台我安年安米哟